好 欢迎回来 那我您现在收看的是 第十三届春蓝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 八强战的赛事直播 那么我们刚刚是讲解了 深圳旭和范婷玉的棋局 那么很遗憾范老板是这个误算 然后非常遗憾的输掉了 但是现在呢我们在休息的间隙呢 也看到了两个好消息 对 我们看到科捷九段和联校九段呢 是已经闯入了四强 那现在呢等于我们今天 即将要讲的这盘棋呢 可以决定我们中国到底是能够 多进入一人 还是和韩国平分秋色 对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 朴永逊九段对阵唐伟新九段的棋局 那这盘棋是大朴 雪黑 对 那大朴也是你 刚好这个四年前春蓝杯的对手 对 也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对手 那么在我们 其我们的印象当中 大朴应该是一个官子 因为他有这个半目王子的 对 我觉得他好像 事业比赛是成绩还不错的 对 你想我们上一届啊 是大朴输给了小朴 对吧 这个朴永逊输给了朴婷环 对 那今年他又进入了八强 确实 至少首先他在这个春蓝杯上的成绩 就足够出色 嗯 然后 他应该就 他应该是直接进的十六强 嗯 对 然后 诶 唐胖 这个宗主是下了一个三三啊 对 小木三三 嗯 感觉宗主这盘棋 这个小木三三一开局 显然是想和对手拉住 对 奠定了一个基调 对 我们从之后的进程 其实也能慢慢的看出来 这盘棋应该说 它的策略是很明显的 嗯 他就是想把棋局导向一个 因为我是白棋嘛 大家也知道现在在七木半的情况下 白棋的初始胜率是高一点的 对 其实这个也挺有意思 白棋好像就是领先那么一木棋 嗯 如果是 六木半的话 六木半的话 基本上就是四十九对五十一 其实 啊 等于是就没什么区别了 对 所以可能今天 汤伟新九段觉得 我就这一木棋 诶 我就能用我的功力 对 展现 在汤伟新九段下棋应该往往不差 这一木棋 对 在我们书记的中 他都是这种 就是这种对于棋型的敏锐啊 然后在公杀方面非常强的 所以今天他也是主动的 跟我们这个有半木 这个以关子而著称的老瓢大瓢 对 然后进行了一盘功夫棋 就感觉上 嗯 汤伟新九段的布局 还是往往都是发挥比较稳定的 就是胜率不太好 因为这个棋 其实 白棋小木三三的话 按理说 他应该是布局上 肯定是会有一些这种研究的 嗯 那么白棋现在这部双飞燕很明显 啊 这部棋就已经降点了 啊 AI给他降了快十个点 啊 下完这个局部 那所以他这个是没有研究过的一个开局 啊 对 我觉得他可能也没怎么研究过 他可能是摆了摆别人手脚啊 他点三三按之类的 我估计啊 然后一间地下有点 哎 啊 他哎 这怎么下 然后现象 双飞燕 那为什么说这部双飞燕会不好呢 那我们可以看接下来的进程啊 嗯 那么黑棋靠 嗯 白棋长 对 黑棋白棋黑棋长 那么 这个本身是一个正常的进行啊 这是一个 两分的图 对 但是当白棋点三三的时候 这个字的位置就很尴尬了 啊 可以看这个现在 左下角 白棋是个三三 那么如果正常进行这个局部定式呢 嗯 这样下的 黑棋虎 白棋粘 那么黑棋挡住 白棋扳 黑棋挡住 白棋扳 嗯 黑棋 团 嗯 啊 白棋爬一下 对 白棋吃 那么现在白棋 啊 就压吧 压 黑棋长 白棋再依靠 嗯 啊 这个是一个局部的定式 那么现在算黑棋上班 白棋退一个 嗯 啊 这右边 黑棋可能也不走了 告一段落 暂时 对 因为白棋这个有先手嘛 所以黑棋 因为黑棋扳的话 白棋 不管是二路扳还是四路拐 好像这一下也 并没有什么便宜的 嗯 所以说黑棋可以不走 这是一个这个局面正常的进程 正常的定式 对 但是现在我刚刚提到这个三三 跟上面的一个争子有关系 对 所以说黑棋现在可以不虎 嗯 啊 黑棋实战是选择的单挡住 嗯 这个白棋当然要怕 对 对 这一段的时候 由于你如果走外面 这一挖痴 啊 是个烈性 对白棋是不能打的 对 所以他是得走这边 那么由于这个子是三三啊 这个地方就被蒸掉了 嗯 那么可以看这个子 只要不是三三 星位小木小木啊 啊 就这个小木不行 这星位和小木都可以啊 这个地方就蒸不掉了 嗯 那么由于是三三刚好 这可以蒸掉 那么白棋搬过 对 所以等于说 这样一定型之后呢 白棋已经把自己原本一幕棋 就在AI看来啊 就是胜率上的这个优势呢 已经送出去了 对 现在到了一个军事 嗯 然后下一手棋好像也是 呃 应该说从AI的角度 好像也是亏点的 嗯 对 就我们对这个棋理解 就像这个托啊 其实上盘棋讲到的这种托 现在是比较常见和流行的 对 也是推荐给企友们 就很多类似的局面 就一旦你觉得这块控是挺重要的时候 是比如说你觉得点三三 原本我们说黑棋挡哪边无所谓 嗯 但是当你知道明确黑棋挡这边大的时候 其实这个托都是一个挺好的下法 对 但我觉得它实战下法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那为什么呢 实战它是选择挂脚 嗯 那么面对这部挂脚 首先我们要判断 黑棋这块 它是不是到底是一块铁 或者一块厚实 现在的局面应该算比较厚的 呃 黑棋就是 如果是黑棋不佳 那选择肩顶了 啊 这个是比较正常的 那么白棋可能会点 嗯 黑棋小尖 嗯 白棋飞一个 啊 这是 比较正常的 对 啊 但他可能觉得呢 这个图可以看 好像黑棋这块棋啊 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厚 哦 这个棋以后白棋这边出来之后 啊 你这块棋呢 啊 虽然看着上 也不错 但是你不能说你完全是一块 铁的一块厚实啊 没有想象中这么厚 所以也是白棋选择挂脚的 一个图这个图的 原因吧 嗯 他先这个地方捞个脚 然后把你这个 正式再破坏掉 嗯 他应该就是这么想的 这部挂脚 是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部挂脚的 倒是也比较好理解 那为什么AI还要降点 AI觉得 因为这个地方AI是给黑棋是飞的 哦 哦 这样啊 飞一个确实 哈哈哈 就是 现在很少有这种气感 一般都是肩想肩顶 对 就要么夹击 要么肩顶 那这个飞 这样来看就是说他希望白棋这个子 没有那么厚 所以你就不能像刚刚下的拆的那么远 是的 嗯 可能在点的时候黑棋在 是应手 这个 可能搬一个是个时机 我估计 嗯 啊 对 如果你走这个的话 就是你 你正常要吃外面 对 那么黑棋 这个 在小间 啊 这个举步 白棋就比较差了 嗯 或者我是不是有可能用 斑的先手 是有可能 那其实刚刚那个图也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走至白棋 有可能 有可能会加 啊 啊 所以黑棋的时机要掌握好 是的 嗯 这就看黑棋怎么走 对 对 那就是黑棋 从 感觉上的话 总是不是很想一天低加的 嗯 啊 这实战黑棋一天低加 等于是白棋 靠黑棋退 那白棋这两下肯定是便宜了 对 啊 这个图感觉不管白棋怎么走 因为如果黑棋可以看一开始提了一朵花 那黑棋提花白棋夺得脚的实地 那么这个局部呢黑棋是比白棋要多一手棋的 可以看黑棋的腥尾 那么白棋搬过黑棋一提 这个局部是黑棋多一手棋 那白棋脚上有十几目的实地 如果你外面再把不把自己当外室的话 那你这个局部啊就就没法下了 这个棋 对 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配置很明显黑棋就有点重复 对 很重复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的选择其实黑棋还是有点令人意外的 因为我想可能很多棋友也能够感觉到 就是从黑棋作为进攻的一方 方向 对 是不满意的 其实你看这个局部白棋主要是就亏在这下扑 对 那如果没有这下扑黑棋就不是很厚 如果铺了这一下 那现在黑棋其实必然是要把自己当作后室去下的 嗯 是的 所以这样如果被白棋轻松的转到这边 这个布局是 反而就是白棋这样的配置是更加效果更好的 对 就是白棋现在反而先捞了一票 捞了一票之后黑棋上面并没有说想象中的有什么视力范围 而是基本上全部实地化了 这个棋走的 对 然后靠 嗯 然后白棋拆 对白棋也下了点清明 是比较好理解的 嗯 就是上面我给你了 上面反正你你这个围空 最多就能围这么多啊 你就别往中间围了 中间就是什么潜力都没有了 嗯 然后这个地方黑棋为什么是不在这儿不是不在这种地方 啊因为首先黑棋虎呢这个地方虎本身补一个嗯 就是他以后这个顶了对顶黑棋可以 我感觉我想到我想了 非常表情非常凶狠的这腰肠就说以后有顶了对白棋也可以用啊小尖 对可能就是外面还是有节用对其实黑棋吃的呢并不是很大这个局部 嗯那我们来看看我们来手搁一下这个局部 嗯 好 白棋挂脚嗯啊还是我们用一首首歌啊跟着硬背啊 拆边 其实也蛮正常的那这子如果在这的话那就太正常了嗯 啊那现在黑棋这部棋 唯控啊这个生怕这个空被打掉啊 嗯这个拆边这个这手棋肯定是非常的臭啊对 围的非常小啊 啊那白棋点一下这点一下应该是便宜了对 那白棋唯一损的呢就是现在这一下嗯这一下如果你虎的话其实也还好本身也是你的实地了 那现在我反而多了这些有刺有顶的借用其实也还好 是的那就说这西尼亚虎在这黑棋是不满意的嗯 那但是这棋我看他给的是粘哦 黑棋现在粘一个就是既然你说了刚刚有这些借用嘛 对那我们就吃的效率高一些对粘一个是一步好棋啊 因为这样的话呢明显的能看到这部棋是亏的对 黑棋唯一就是得惩罚白棋这个子啊 如果白棋这个子不亏的话呢之前黑棋啊这个地方拆一个是非常有问题的 对本来黑棋这手棋无论如何也会打入啊或者现在的大厂这么多怎么可能自己厚上加厚呢 但粘一个呢可能担心以后白棋垫脚嗯 这是黑棋自己担心的地方 垫脚完黑白棋斑嗯 如果说你分段的话也只能如此了嗯 白棋这手棋是可以活的啊对看上去可以活但是就是这这边呢撞的比较伤嗯 是的所以说黑棋没下这部粘我觉得也是因为他觉得这部粘啊 确实首先就是没有这个棋杆就是这个自己把自己这个连住 而且脚上没有吃劲嗯是的 所以说他选择了顶这个顶的话对脚上的眼型不是就更不好了 对总总之他是想就是没因为他首先不肯火火的话外面给白棋的兼用啊这个脚就给你了白棋以后就尖一尖 是的那么总之他想吃了大一点啊这个脚要么你来掏我嗯 要么我再补一手那我就效率比较大了一会再补一道是 总之这步棋必须得让你损你这步棋不损的话黑棋它是面子上过不去的嗯 然后那么实战唐卫星九段说那我就再捞一票对他是选择捞了一票 黑棋顶他就直接就做活了啊对 但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呃AI的观点是觉得没必要他觉得这个连回来也不错白棋 这时候我在想白棋有没有可能啊我们立一个嗯 我就挡那白棋应该是不亏的这一下交换啊 利和挡交换白棋应该是不亏但可能也差不太多我觉得总之 利应该比他实战这个要好嗯 那实战白棋呢唐卫星九段是利了一个对那么黑棋是黑棋实战直接搬断了 就是说这个地方黑棋就算不走这个白棋以后走也是利的啊 但是你再利呢以后就是后手了嗯 那么那么黑棋利白棋永远是挡的所以说我刚才补棋是想补在这个利的位置 嗯因为其实白棋如果走在这儿的话黑棋这个也是先手的 就从黑棋的角度来说他不一定是马上用这个嗯 这都是黑棋的借用对所以我感觉这盘棋其实黑棋的招法总感觉嗯就是没有说特别的好理解感觉 因为黑棋啊他应该是觉得打入白棋会利啊 他应该是觉得白棋担心白棋在反手利回来 我我是觉得这半战还是挺大的啊 因为如果不半战白棋利也黑棋其实也也是要走可能也是要打 嗯如果走这个可能反而有以后凑白棋大住之类的 那看来现在他也是直接打不过去嗯那总之是这样然后再打入 嗯这样的话又是比较接近的一个开局 白棋小剑黑棋长嗯 那么白棋现在就是看这个脚到底活的有没有那么大了啊 其实白棋刚才活脚是可以考虑先再放一放的嗯 就这边这手连片其实是一个双方的就白棋有一个证实 而且同时这两颗棋子就变厚了 那么我们看到现在黑棋进来以后很快白棋这三个子就飘在天空上 就这三个子有可能是要处理的 而且黑棋拆高应该也效效率是不错的嗯白棋跟着飞棋 嗯飞棋跳嗯 黑棋显然是想进攻白棋这三个子啊 对这三个子啊再去做一些文章 否则的话因为白棋由于这个是小飞 啊这个逼住是一个绝好点 对啊但他肯定是担心的是啊白棋跳跃或者是过来飞飞了长 这是白棋总之白棋飞的意图啊给你留下一个点我走个点 嗯这个地方那又涉及到最原始的问题就是一个判断嗯啊 到底现在黑棋是应该逼住然后就就地做火捞木呢还是黑棋出来然后去攻击百姓 嗯这个非常难尤其对实战者来说 就实战两位对局者这到底哪一个好他们肯定是要纠结好久嗯然后再去做决定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倾向于哪个嗯是我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先捞木吧因为进攻的话让我去进攻我也不太会了 嗯因为进攻的话比较难嘛因为每次都是等于你先出招人人家在去想想办法去应对你是从你的表情我感觉是你首先就不会下成这样的格局就是相对来讲你肯定希望第一个题话还好第二个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加啊第一个题话还好就感觉现在是一个很明显白棋实控应该会多一点然后黑棋是要通过一些就是以后继续对但其实白棋的实控并没有想象中 那么多嗯可以看这个地方这个十十三四摸嗯这地方六摸嗯白棋这两块二十摸那如果黑棋把这个地方逼住呢白棋实控其实就还好了好那你这个角现在五摸起二十五摸然后这个地方有个啊两个子嗯那黑棋这个肩是先手黑棋上方也有十几摸十几摸的实控就是咱们光点实控的话啊那下面还有一条边这个还有个叉其实黑棋在实控上并没有被白棋甩开很大的这个 差距嗯所以听起来你还是更喜欢这个线抄一点的就是能收咱们就收木嘛就是嗯就正常下咱们也能收何必那个非得要攻击别人呢对那交换完这一下以后按理说黑棋马上要对这块棋应该得有点 对因为攻击你确实你说这个地方悬悬点感觉可能是这一代我感觉如果继续进攻的话嗯因为黑棋既然要攻击黑棋肯定得有目的你不可能吃掉这三个字这是一个不太可能完成的目标那么攻击呢我们基本上就是想办法啊违控了对这样也是让这个后势能够发挥作用嘛 就是通过进攻然后获得实地那么黑棋实在实在选择对 先这边逼住白棋白棋跳因为现在黑棋比较厚嗯 黑棋尖白棋左边啊 是这样的定型那他们已经在这吓得很简单啊跳的一尖是咱们他反正他先活了因为他确实黑棋这个跳跟白棋跳啊啊还是挺损的嗯白棋这部跳是一个很大的大场黑棋这部跳暂时没有看到目数那么由于有这下交换呢他就白棋先活看你中央能怎么样啊对而且不知不觉间如果说白棋在把这个角占据的话 其实四个角的脚的脚控都已经属于白棋了对那我们过去与其验啊就是四脚穿新的话这个作为被穿的一方其实往往实控是有问题的一会儿你对在这儿了是吧 就离间人表接近只要你中间别成大裤嗯啊所以这一盘棋白棋的对哦黑棋在啊这个地方确实也是双方的眼型但是我感觉黑棋这个行棋的步调稍显有些问题就这一手棋和这一手棋 明显是打架的对他们俩的这个目的是不一致的因为你啊可以看这个棋黑棋定型成这样首先这一次步棋我觉得黑棋就不见得便宜嗯啊这个地方由于被跳了一下这个黑棋就是这个效率就不是很高了啊这次不棋就不太便宜那么可以看如果白棋这有三个字那黑棋这不跳啊是否不一定有在这个能放得更好嗯就效率是否有那么高这也不好说了 这不跳对因为类似这样的棋型其实是有一些破绽的就如果说白棋现在早知道他这么厚的话他可能是在一些具体的眼型上或者其他的位置反而会比这个跳更好对我觉得可能 黑棋跳上去跳完之后他后悔了嗯他本来一开始就想那个 通过进攻啊来进攻进攻他可能想一想也不知道怎么进攻然后又转化为实地对还是走到我擅长的老本啊对 因为确实刚才黑棋进攻的话比如说白棋有个绝好点就是一跳哦这边一跳是一个黑棋骑就不是飞的对不是飞的单跳哦单跳的话黑棋骑是比较难受的这个眼界呢有一个下一手对但是如果我跟着补呢我显得我很没面子那我这手棋嗯那么现在白棋现在是飞鸭嗯那他现在跳就觉得太缓了他现在的姿态不一样现在跳的话黑棋比如说我飞一个嗯 啊这次以后就都有可能给你了嗯就这个意思那或者我不飞我现在就小天啊对这一代我活在这边也是可以的嗯是的所以这个可以更紧凑一点跳的话就是白棋更厚了其实白棋更厚然后对黑棋的压迫呢是没有这个大嗯由于白棋下方厚了他肯定是飞着走好嗯飞一下嗯这个要挡住嗯跳嗯 那么黑棋小飞啊其实平小薰瞬间他又回去了他又捞空去了啊就虚晃一响这个跳都是假象骗人的对他这个但可以看那黑棋在这走了半天那其实头现在依然是白棋的嗯那就其实不存在黑棋刚才中央伟大模样的这个选项是接下来白棋是打入打入 反正到打入的话我觉得黑棋调子是有点不对的因为这个子真的就不便宜了我觉得嗯而且最关键就是这步棋的一个策略和这步棋就这一代的思路明显是相悖的对其实黑棋它还是想收空那么如果想收空你不如直接逼住然后你这边这两这个叉儿肯定是很好活的对而且像这样飞的一个棋型这个逼住本身以后 对于白棋来说也是有一些破绽其实现在白棋拐一个这也是一个超级大这看着非常诱人我觉得白棋拐一个的话如果黑棋只是单纯跟白棋拼实地的话白棋先中间走一走还是比较累的这番棋嗯对那么实际上白棋比较积极继续打入嗯哦对所以我记得当时我在看棋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我记得AI是想说黑棋要抢这个 就是强调这一代嗯就是利用这一代的白棋的一些弱点然后去抢这部棋的对所以从这盘棋来看好像黑棋的就是状态嗯并不是它最好的时候不是特别理想它对然后打入黑棋跟着跳那么白棋再跟着跳跳黑棋尝一下 尝一下飞住飞住很硬啊很强硬啊这个地方黑棋下的是比较紧凑嗯因为我觉得它可能也自己觉得形势确实没有那么好对如果大家都是节眼淡淡的蹦蹦跳嗯这个白棋就也跟着走或者是出来对因为下面还有个明显的靠出黑棋还需要再补一手不能满意嗯高效率的封住 白棋啊但白棋这个靠现在便不便宜也是一个为之处嗯它的用意是它就想把这个字简明走掉嗯就它希望黑棋就这种是吧它的挖一步还应该就断啊就就就就最简单的这样这是白棋希望的嗯对但黑棋肯定不会冲嘛对黑棋小尖也是必然可预见的啊 小尖的冲这我觉得白棋可能觉得形势非常好嗯就就这个咱们简单走一走你看这个一人损一下嘛嗯然后它就做活了是这白棋下的也比较简单在这地方处理对但感觉上有一点点卖变化就因为我们一般知道这种飞的棋型无论是以后从这儿飞或者是什么冲断就是感觉本身这个棋型是黑棋 自己补一手也补的不帅的比如说白棋现在我就算从这儿飞嗯是不是也有可能比实站好这也是很有可能可以去比如说顶白棋我退一下嗯你得说啊退一下然后就算再回到二路小尖那么跟刚才比是什么呢是这个地方啊霜一下和冲一下的这个脚换是你看这个地方是明显啊然后是这个地方可以去刺一下就是这个刺一下到底 黑棋这次下有多损的一个问题嗯这就是判断是那么到底是黑的次下损还是白棋这捅了一下损这个确实那么黑棋的答案是你损损了因为这个头确实很大是的而且我们刚刚提到其实这一代当黑棋走到这儿以后就是白棋也要小心哪一天真的被分断中央并不是说一块铁后的棋 嗯所以感觉上就是在这一个小回合当中白棋效果不是很好对这不打入呢它等于是啊这花了一扣手然后吃掉这一个子但是黑棋全部厚了嗯是的 黑棋现在飞哦飞一下哦飞一下问问白棋的硬水白棋是靠嗯白棋退白棋飞住哎看起来好像能把黑棋留下来吗对全部弄弄进来嗯是不是也有一些收获对这边等于是黑棋如果现在贴嗯白棋要搬黑棋暂时呢不是很好处理这边嗯如果我跟着走的话 走白棋应该会粘住好这局部对杀应该黑棋是杀不过白棋了那么黑棋基本上就是一个弃子哦哦基本上就只能弃子嗯那暂时确实想保留比如说以后断啊等等的有可能性反正先保留嘛这个地方我们先不走嗯那实战黑棋是跳这个比较大哦这个也是前面说过的非常非常大的非常强的哦然后就 就来了他还是想说你中间有点薄嗯嗯现在的话确实已经拾过境迁白棋也不太会挡对黑棋在断因为这两个子现在都非常小了嗯但白棋在这地方如何处理其实是一个白棋想要面对的问题首先你说我退嗯给你吃点这两个子嗯我先亏个两目左右那如果是黑棋只是吃两个子的话白棋是非常不怕的啊 黑棋肯定是黑棋肯定是要靠断的嗯这两个子太小了看不上这肯定是要把白棋连根靠断嗯是的你这退我肯定是靠断嗯那么白棋如何应对比如说可以考虑啊清零一点的比如说飞啊之类的但是到底怎么走啊像现在飞其实黑棋也可能你的白棋世界里就只剩下把我断这样白棋可以管 嗯好这个地方或者黑棋靠靠靠这个吧是因为靠我就跟着硬我还算过去了我感觉那受您启发就搬了打吧我说不然还可以清零一点黑棋还是搬了打吧就是一个一个吃白棋啊其实白棋要小心点就是白棋下面这块棋它是没有活的哦白棋下面这块棋你奥完之后然后就开始看了对对对对没有活干净啊嗯 二棋黑棋这地方有一拖嗯如果我顶你的话那搬如果我护住这黑棋走什么都行这这首先粘上黑棋两边立都是先手黑棋局部也是活的这地方白棋至少会被搜刮的非常惨嗯就这有一拖因为你现在如果走走里面的话就会被一吃嘛所以等于说脚上是 黑棋有一个手段的嗯那面对这部冲白棋实战他卫星是脱先了嗯啊这个给人一种意高人胆大的感觉对不走了先把这边补住对他的感觉就是我把我自己这块鞋弱点补完以后你这两块你看着来吧反正我都是信心满满的对我觉得从他卫星这部棋给我的感觉他觉得自己已经拿下了 啊是吧对因为反正他这部跳我觉得就是他可能觉得这两块我都死不了嗯那么死不了这棋其实点点木的话黑棋的木确实非常少那可以看这个地方白棋这一块黑棋全盘就没什么大空是这个棋黑棋如果想不是说把白棋吃掉想慢慢收空收盈白棋是非常难的嗯是的所以说这部棋 走完之后也是黑棋的一个难题对黑棋搬啊这是这是他的权利嗯这样他脚上能有一些棺子的便宜对然后搬一下嗯就得回到这边了就得出这了就看了现在黑棋如何进攻了其实嗯嗯其实现在黑棋可以考虑这个什么对拖现在局部的话白棋应该硬在哪里白棋搬二二应该局部是杀不掉 白棋的就是有点惨罢了嗯对比如说这地方我可以断还要断我我吃吃我就吃或者我我觉得我也没有那这个地方我如果比极了的话你看看我这个手边咱们真的反正我现在黑棋结太多这这脚上是结这脚是结这个脚应该也是结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之前说你没活干净的原因原来我觉得还是你这个比较吓人 这个挺吓人的那没活干净的原因是我这是现在铺上了就是说在那个棋咱们外面是很难缠啊你这个咱们看成白棋已经不在分断了对咱们白棋这块嗯那这块棋白棋是不活的哦确实而且这个结对于白棋对于黑棋来说很轻嘛对于黑棋就是你无外乎赢了其实你 就还好就你说黑棋打输了白棋下一步棋把黑棋吃掉了但如果白棋打输了这棋你就不好办了啊对因为你现在沾上黑棋一顶这棋白棋局部是不活的所以说白棋永远不能沾上嗯那这棋黑棋无非是一个两手节啊我啪啪画两手把你提了的话你外面就阵亡了是而黑棋自己其实是有一些像打了长 这个白棋肯定不能补硬的嗯所以你这个手段很难缠啊是这可能是可以考虑的一种可能性但是这样它是直接从这里过来对我感觉这部点呢嗯 白棋永远心里还是想收木哈哈心里总是给自己留一线以那个像白棋他这种风格的棋走的嗯嗯他是除非我这棋已经木就是已经没得收了要不我这棋能不吃我就就就至少像这盘棋的话这块棋肯定是看不出来怎么吃的嗯那么我们先慢慢收木看看能不能收木啊不行我在吃如果能收木我就先收着啊对但这就是一把 双刃剑嘛因为你在这个收的过程中有可能等你发现哪怕你只输一两目但等你收不回来对等你真的收不回来的时候你再想去吃的时候你的成算肯定也是小的因为你可能错过了就最好的这个薄命的时机对主要是他现在看不见那个该如何吃眼见的对如果说明显这个棋比如说现在吃生理五五开那他肯定就吃了是的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这个棋大概该从哪个方面 进攻啊这个行棋方向是什么嗯然后白棋跳黑棋分断嗯那么白棋先搬下去哦这样走完以后其实慢慢的黑棋自己啊注意就这块棋不是刚刚的铁后了所以在这一带的很多手段黑棋就要自己先掂量掂量自己的联络有没有问题嗯嗯 那么黑棋跳对这个跳回白棋小剑你看看白棋唐文星的这个棋就说那个你别光顾着看我嗯你自己也看一看你看看你自己是我感觉这一带确实我觉得白棋处理的还是很简明的嗯而且他很明显就是像谭老师从这步棋开始他的思路就很清晰嗯就是我确保我的时空一定是领先的然后我就两块分而置之就可以了 啊对而且彭老师的话他肯定是不愿意去杀棋的嗯虽然说不是不能杀但是肯定是能不杀就尽量不杀的这种风格啊因为彭老师是收束能力比较强的但这款棋唐文星下的还是比较有针对性我觉得嗯从一开始这个三三开始的捞空嗯从一开始小木三三嗯然后下了一个降了十个点的定势吧就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降了这十个点了然后 然后就反正把木翻了全给捞了不管这个棋咱们胜率怎么样至少是 下的呢是让黑棋在实地上啊是一直落后的处理嗯是所以这步棋也是一个就是以公为首吧就稍微的去威胁一下黑棋你看黑棋下步棋也挺老实的你看嗯先吃啊我感觉这这个吃这种就是理解就是他肯定还是想收木对心里总是有一个收木的梦想 对但是这样的话悄然间白棋已经慢慢的把自己就走后了嗯啊所以他果然他就是想收木对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黑棋把这个地方定型那我们来看一看黑棋收木到底能不能收有没有 斑给细不细这个棋 斑斋斋嗯所以说可能从 陈晓逊的眼里他一直就没有想过要吃白棋 白棋走哎白棋补的这边啊先走这边先定型这边啊白棋是先手对白棋是我说这个地方点一个这不是打结吗 对对啊我说这个得补一手对因为你只能靠斑了嘛但是白棋的意思是说哎那这个就感觉黑棋很奇怪了黑棋怎么悄然间这个子还进去了呢 因为白棋这样贴黑棋没火是后手就是黑棋得跟着硬嗯嗯 就我们看一下实战那感觉确实从这盘棋来看这个大瓢的攻杀能力确实是 或者说他不愿意吧就轻易是不愿意出手的 拐一下拐啊白的贴是先手因为决心黑的这块棋现在没火对啊 他等于是定型了一圈但我们看这一定型白棋就放心了呀我这两个包袱我连上了我还把你留下来了对等于可以看 这个棋从贴要冲白棋贴好开始呢黑棋去进行攻击 那么黑棋选择再点了场这里花了一手棋对啊然后再把这两个子拿下其实黑棋也并没有走到什么东西啊这个地方也被白棋这个搬下去了 是黑棋所得的确实看不到明显的掌握地方是的因为之前黑棋本身二路飞过其实这一带的木树就是有的嗯 应该算统算一下其实黑棋并没有明显的掌控是所以我感觉现在的形势肯定是应该说按着唐伟欣所预想的方向在前进嗯那我们从决议的胜率也可以看出那这个时候黑棋已经是不到10的胜率对黑棋只剩下6了嗯我们可以再摆几步黑棋半戒嗯就是收控看来大嫖这个就是人善于关子我感觉呢他是没想啥气 他是想要收控的嗯但是可我们刚刚因为分析过了就这盘棋的格局如果黑棋只是简单收控的话很难收赢呢对那么一开始白棋的这个先捞后洗的策略就成功了白棋主要是右边这块棋啊它实控过大而且你看黑棋这个基本上这两个子都是无疾而终的对都是纯死的是的 是的我们看白棋现在有多少目了24680303238白棋50多目白棋嗯那黑棋呢感觉黑棋确实看着就不像有黑棋看着就不像能有60目的样子黑棋得有60目才能争生嘛 我58也可以吗你不要要求那么高 黑棋一数我觉得黑棋木跟白棋木是不是感觉盘面起点到这一线的话黑棋这个盘面可能还不太够嗯得再再撑一点嗯这得再点点木但是这些黑棋木肯定是比较困难的嗯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白棋这是活的这两块都活了那你说在大家都活的情况下你想要去收一个 而且白棋这种利还是鲜手嗯你要收这么多木其实是不太容易的嗯好那么我们看啊接下来黑棋是把这两个字这倒是能冲这个非常大对因为白棋利是鲜手这一猴这巨大的一步嗯长了一定的木数但是相应的这边白棋瞄着黑棋也就是逼迫黑棋交换一下这个嗯对 然后黑棋跳这个棋跳一个有问题是吧本身也没什么问题他就觉得这是一手棋吧哦就挺大的是吧因为白棋白棋走过来感觉上黑棋总是想搬头的吧因为白棋自己还有些弱点嗯嗯感觉这盘棋 是不是感觉黑棋的状态一般对发挥的不好对没有很那感觉这样看的话我觉得今天这盘棋就是完全按着唐伟欣的策略和他的预想对这嗯可以看这现在加嗯然后这加又是为了什么呢这加白棋顶的时候黑棋立了一个这里面是 是我现在这有就就是说你以后要铺这个眼吧对吧对这里面啊基本上就没什么棋这里面黑棋以后走是啊走这个嗯那么白棋小尖小尖小尖哎小尖我小尖可以管我先你先走上面啊先走一下的小尖对嗯嗯那这局部就是没什么棋嗯 啊这个又没有没有太理解啊那这黑的在这花手棋是干嘛呢嗯不好说因为黑棋要先手的话黑棋需要搬嗯白棋狗一个但是黑棋这先手的话这加两下也又损了又没有用对本来收控肯定是局部来讲是搬沾然后这还能吃一下其实是黑棋很舒服的单从局部收控来讲但他自己加进去以后他就肯定觉得那样不满意 但是他这样落了个后手就更更奇怪了嗯因为现在毕竟外面还是有这么空旷的一些棋嗯主要可能这些黑棋本来也不太够嗯那所以这样的话白棋又继续走到一个先手啊白棋冲了一下嗯好从上面压压这是白棋的这可以看黑棋一开始的这个拔花基本上就没什么用最后就是为了自己一点失控对然后 然后这个地方又被白棋先手定性嗯感觉之前我们还说黑棋是需要靠这里有点目数的但怎么感觉数着数着好像还没白棋对这个好像今天这盘棋确实一方面啊当然黑棋的状态一般但另一方面白棋也是非常清晰的吧就一路坚守着自己的策略然后也是很漂亮的感觉这盘棋要拿下了嗯 宗主可能想说好久没有这么这么舒服了哈哈哈哈因为是我们经常看宗主的棋啊他这个前半盘有的时候就会让人家捏一把汗总得靠他这个后半盘的这个翻盘能力是因为我们说那个嗯就是布局嗯最容易垮的就是宗主就是经常刚下了可能下了五十手啊五六十手然后可能一看宗主这胜率可能就是 十二十的那种胜率啊对其实这次春蓝杯吧宗主这个进八强的时候当时他跟深敏郡的棋啊对那盘棋就已经是很危险了然后后面的凭借他这个强大的这种攻杀的能力啊逆转这盘棋先下到这儿好像应该说进化已经这个黑棋胜率确实也是没有了基本上嗯我感觉我大胆预测一下我觉得宗主今天很有可能会嗯发朋友圈啊对我感觉他应该会 很满意今天的状态然后给自己的后天继续鼓劲一般宗主都说那个那个比如说什么年龄大了呀什么什么下的又怎么样是这番棋可能说对方年龄比较好是因为今天确实是从头到尾吧白棋应该都是嗯从布局然后就比较清楚的对呃捞空之后啊一直都是掌握着局面白棋跳的时候当时还是挺复杂的因为黑棋啊由于当时这有一个二路托嘛 嗯黑棋只要是把自己走后外面走后的话这一杀啊还是非常非常非常白棋非常凶险的如果走出来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呃黑棋应该没看见哦所以如果看见的话它不会像实战一样就是从上面就开始收幕了嗯就是这个因为要继续扑进去还是有点隐蔽性就是就拖白棋搬黑棋再断了打了图嘛那个图还是对是的那这样的话呢最终这盘棋的 唐卫星也是顺利的拿下了大嫖然后进入了四强这样的话后天我们的四强呢将会有三位中国棋手对而且这三位九段呢也都是我们特别信赖的嗯然后实力非常强劲的围剿深圳旭对然后所以我们后天呢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天元围棋频道的赛事直播嗯那么今天的八强战呢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我们后天继续再见好再见谢谢